大家好,今天的GNN会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全新的讨伐战 第二个是全新的地狱集 那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在下个礼拜 初次相遇这个系列又将迎来全新的两位强势的角色 而他们就是下一轮崭新时代卡侠的新大奖 同时若打以作为这次的大奖 上一次卡侠你有累积抽卡 也会继续累积到之后的这次新卡侠里面 然后首次进行十年抽 也会有五个金风头原石 首先这边稍微提一下 若打以的个人档案 他生日是2月1号 但更多的介绍就是现在为七轮会总部的召唤师训练官 然后是一个严厉少言冷落冰山的美女哦 再来当然是最重要的他的技能 首先妖精的攻击力恢复力有10倍 然后每个妖精成员会增加1000点的生命力 如果你消除火跟星的话 妖精攻击力会额外10.5倍 然后重点是你要首批消除主数为5的倍数 就是你要首批消除5combo或10combo 妖精的成员还会无视固定连击盾 跟无视敌人的防御力 而这边比较值得说的是 如果你正副队长的话 那第二点相信大家也知道 就是每个妖精成员增加2000点的生命力 然后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再来是队伍技能的部分 首先若打以会有一个6万点的护盾 并且这个护盾是以每回合的回血溢出值的1.5%作为回复护盾 虽然1.5%感觉有点少 但是刚刚有说若打以单队长是回复力10倍 那正副队长就是回复力逆境有限100倍了 实际上若打以的回复力也是相当高 并且他会必然延长5秒的转租时间 火珠新珠还会分别兼具其他服食效果 然后所有成员的回复力机子还会跟随回复力机子最高的成员 而且若打以也继续拥有妖精组的特性 就是溢补攻击 在回血溢补的时候会对敌方造成10倍的5属性伤害 并且首批消除5的倍数 所有成员会追打5属攻击各一次 哦这个能力我算是蛮喜欢的 5属攻同时有解盾又有增伤的效果 然后并且所有的成员还会无视3属盾 再来就是主动技能的部分 若打以的主动技能CD6 两回合内妖精不会被封锁技能 他的自身攻击力4倍 那妖精成员还会在无视平毒盾 无视敌人的防御力 如果队长为妖精的时候 所收到的火属性伤害会减至1 技能算是还不错的解盾又可以防锁 再配合他本身的队伍技 算是一个解盾功能相当多的一个妖精队长 而我自己主观的认为之后妖精成就 若打以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先发队长哦 好再来第二个要介绍的是 朗罗 那一样稍微看一下个人档案 拥有强烈正义感 而且喜爱动物 那当然马上要来看一下朗罗的队长技能 队伍中只有人类的时候 全队攻击力8倍 生命回复2倍 那双队长的话 生命力就是4倍嘛 再来第二点第三点 没有首批消到暗 全队会额外3倍 那正部队长就是全队9倍 那这个差蛮多的 因为有9倍的落差的话 那如果没有首批消除光珠 会有40%的减伤 那如果双队长的话 就是减伤64% 再来是队伍技能的部分 首先延长4秒的转珠 并且你消除的暗符石 主数越多 全队攻击力提高越多 而消到3组 最多可以全队再提高6倍的伤害 咦 那这边队长既不能消暗珠 稍微看了一下 哦 简单来说 有点悲视玩法 不能首批消除暗珠 但又要消除多组的暗珠 可能暗珠就是要用叠珠的方式 然后再来是光暗符石互相兼具150%符石的效果 那简单来说 暗属性的朗罗 你消除光珠 会比你消除他自己属性的暗珠 打得还要来得更痛 然后全队还会在无视 连击相等盾 以及全队无视无数盾 再来是朗罗的主动技能 CD4 引爆身旁直行的符石 掉落为固定的暗强化跟心强化 那引爆自身 掉落则是光强化跟心强化 然后这个版面也非常的特殊 简单来说他自己直排是中间这个光珠 左右的队员会掉落旁边这两个暗珠 以及心珠隔开 进而达到他队长记 不能手劈消除暗珠跟光珠的一个效果 然后再来是会增加10combo 而且这招技能只要CD4 就可以发动 好再来同时 洛达椅跟朗罗 他们都有角色专属的语音造型礼包 那如果你是非常喜欢这两只角色的玩家们 那语音造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而这两只角色就是下个礼拜即将迎来的全新初次相遇系列的角色哦 然后再回到刚刚讲的要介绍的第二个重点 神魔之塔在下个礼拜一会有全新的讨伐战 身为灵猴孙悟空的继承者将会在下礼拜一设立 于大世界中密道就中的讨伐任务 那这张卡就是孙悟乙 他的技能CD7 点选法阵上一粒符石 会将该符石引爆并掉落 光强化受足符石 而且一回合内引爆的符石越多 所受到的减少伤害就会越高 引爆实力最多可以减少百分之百的伤害哦 而这一次的讨伐战活动关卡 玩家们只要成功挑战15次 还可以获得这个光属性兽类专属的武装龙克 是适用于光属性的兽类 那他的武装能力是延长1.5秒的转租 并且消到兽足符石的时候 他的自身攻击力还会提高1.3倍 那龙克就是当队长发动的能力 则是兽类攻击力提高25% 一回合内80%的攻击还会无视攻前盾 好那再来就是下礼拜 也会有全新的地狱极光卡 会在礼拜五晚上的时候登场 而这张科普兰 他的技能是CD6引爆敌人属性的符石 并掉落木兽族符石 一回合内全队攻击力2倍 如果发动技能生命力全满 兽类攻击力会额外再提高1.5倍 哇那就算是3倍的增伤 并且队伍中每多一个兽类的成员 回合结束他的CD会在减1 那我相信这张如果是在兽队里面的话 就等于CD3就可以发动的一张卡片哦 好那么以上就是这次GNN介绍的内容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们下部再见咯 拜拜